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細說敢言 李錦洪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在中文的詞彙當中 平安兩個字是非常之特別 非常之美麗 幾對是非常之貼心的問候 又是我們去相會的時候 或者分開的時候 一句的很特別的祝福 任何處境 面對任何人都同樣受用 宗盛說平安意志值千金 可能都低貶了 就何止值千金呢 於是無論我們上落出入老少 都要求有平安 但是今年的平安夜 其實我們最難講一句的祝福語 就是平安 因為整個社會 包括教會當中 其實都有很多事 而我們是不可以得到真實的平安 而我們自己都沒有種平安的感覺 如何去傳遞平安的信息呢 因為社會之間種種關係並不和諧 在政治的天空當中 更加欠缺一種和諧和睦的氣氛 而此時此景 正是我們要求自己 將平安的福音落實 在現實的處境當中 而不是淪為一個 只是可以用來講道 用來開研討會 或者這句熟靈的口號 其實聖經從新約到舊約 從希伯來文 對希臘文 其實都有很多 平安的豐富的信息 也舉兩個平安的例子 今年我特別是 再看回盧家福音十四章 三十一到三十二字 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 喜不先坐下卓梁 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馬 若是不能 就算敵人還遠的時候 派賜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這個和息 其實就是平安的意思 這個經文有什麼特別含意呢 實際上當個兵空戰危 可能很多危機要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坐下 好好冷靜地思考 怎樣去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 怎樣創造一個和平的條件 原來平安好和平好 不是攤大手掌 其幾個土就可以跌下來 而是要一定 我們用盡我們的心思意念 是用盡我們的聰明才智 去創造和平的關係 和平的環境 和平的條件 平安是需要創造 香港當前的處境 似乎各樣東西 都似乎去到一個的崛路當中 似乎沒有什麼彎 沒有什麼轉環的餘地 但是無路可行 就需要去創路 平安是需要創造的 這支經文是記著在使徒行轉 就是講到一個全福音的經歷 這個經歷其實就很清楚 是講到這個平安的福音 就是使徒彼得去到哥利樓家 和平的福音 也就是我所講的 平安的福音 而每個全福音的使者 本身都是一個和平的使者 平安的使者 當人接受福音之後 就可以擁有這份出人意料的平安 完全是想像不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傳福音的人 本身都沒有一份平安的意識 沒有一份真正平安的質素 我們怎樣去傳和平的福音呢 我們自己心裏面都很多的分亂 心裏面都很多的疾度 很多的苦毒 我們如何去傳和平的福音呢 微塞亞是和平福音的根源 當我們建立了跟神的關係的時候 但是我們心裏面仍然有這麼多的雜質 這就影響到我們傳遞和平福音的阻力 所以今年為什麼說平安夜最難說 就是平安的信息呢 因為別人眼中看不到 我們有幾多和平和平的質素 和表現在身體裏面流露出來 從我言行當中可以察覺得到 正如此 我們必須將和平的福音 平安的喜樂 是透過我們內心一種很自然的流露出來 才是真正一個平安和平的出口 有什麼具體的行動可以做呢 第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進入別人的處境 了解不同的需要和痛苦 這個是基督徒通常很難做到 因為總是喜歡隔岸觀火 我們隔膜同工 總是躲在教會四朵場內 來到去講這樣講那樣 最缺乏我們沒有了一種身在現場的感受 無法進入別人的處境 第二就是我們必須誠實地去承認自己的有限 而接受聖靈的管教和圖造 必須不要辦事 不要告訴別人 我們心裏面有平安 我們是和平之子 而是知道我們的不足 其實過去幾個月 充分化出基督徒去回應這個時代 有種種的不足 事實上我們是沒有足夠的勇氣 沒有足夠的誠意去再唱我們去做和平之子 唯有誠實地面對自己不足 我們才真正可以讓神再次將平安 囂灌在我們心裏 第三我們必須要努力去做到 就是身體力行去活出一個和平生活的典範 一個平安人生那種的氣質 或如此我們才能夠有足夠說服力 若別人從我們的身上去看到那種與別不同的平安 平安不是一個祝福語 平安更加不是一個很廉價的問候 平安是一種生命質素的流露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